你假设他5月9号前真的能打下来 可是照这个进度来看 你看他很惨 他连他们到现在 我们都要讨论过多少 俄罗斯的高阶军官阵亡 这个很扯 坦克两项世界冠军命上乌克兰 这是有战力的 这是一位中卫 这中卫 中卫绝对是一个 至少是战车牌的牌长以上 他是一个士气指挥的枢纽 因为你有一个王牌战车牌 然后你这个连就会很强 那他这个一定是 这个单位的王牌战车牌 因为他拿过战车两项 这个战车两项 我说句实话 跟我们所谓的地面火炮射击不一样 我们国军也有 我们国军有战斗英雄 叫做地面火炮射击 就看谁打得准 你战车炮 所有一个同一个款式的战车炮 105口径的 我一起来拼 然后全国拼出一个最强的战车牌 然后再拼出最强的那台车 那台车就是战斗英雄 我们也有 可是这个是谁举办 这个所谓的坦克两项是俄罗斯主办 他自己主办的 俄罗斯主办 但是很多国家 全世界参加他的国家 大概有40个国家 那也不少 对对 但欧洲只有四个 欧洲只有四个 俄罗斯 白俄罗斯 这个塞尔维亚 还有一个 哪一个我忘记了 这四个国家而已 都他自己人 最多的国家居然是亚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亲疏的国家 全部都有参加 全世界加起来40个国家 然后最后他是跟谁争夺冠军 中国 跟解放军争夺冠军 那我当时我还进到这个网站去查了一下 到底坦克两项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比赛谁的战车炮射击得准 谁可以边走边打 谁可以行进间射击打得最准 后来不是 完全不是 他们是比照赛马的状况 谁跑得快 谁跑得快 谁胜出 就是他这两项是哪两项 我们铁人三项是游泳 自行车跟慢跑 他的战车两项是 第一个障碍无通过 第二个在火焰地区 这个行驶的速度 谁快谁就赢 这是赛马吗 这是选拔马戏团 对他们就是这样 战车两项就是这样 在通过障碍物 谁最先过去 第一名的赢 然后这前面一堆火区 燃烧的火区 看谁冲过去 战车没有烧起来 没有燃烧完就赢 对就是这样 这战车两项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没有战车这样训练的 一定是战炮射击 停止 这个禁止间射击 行径间射击 还有对于移动的目标射击 谁打得准 战车炮是要打得准 才有用 他不是谁跑得快 他就跑得快 对他跑得最快 对后来发现 你跑得再快 也没有无人机飞得快 跑得快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逃跑 逃命的时候可以逃快一点 但是因为现在有无人机 有飙枪飞弹 你跑得再快 你有飞弹快吗 汪哥讲到重点 战车跑得再快 也跑不过无人机 你跑不过飞弹 所以说你的战术战法 在整个战车两项 只是作秀的 但是对他的士气 是重大的损失 因为冠军 世界冠军被干掉 我跑得最快都被打趴了 我跑得最快都被打死了 那跑得比他慢的一定挂 那跑得最慢就只有一个办法 想活命就有个办法 就不要跑 就投降 对就投降 他们现在把这个T90M 这是他们最新的战车是不是 这个等于是已经 鸭箱宝拿出来了 就是普丁已经把自己 自己这个箱子翻一翻 最后一块拿出来了 全俄罗斯只有一款战车 比T90M更新 叫T14战车 阿塔玛最新 跟他长得不一样 可是为什么没有用呢 太贵 太贵了 普丁说 做这一战战车这么贵 你这样子我花很多钱 把那个T72改一下 改成T90加M 就产生了 对 所以说他的战车炮 是125公里光塘炮 滑塘炮 所以他的炮很棒 他的炮很棒 那他的炮塔呢 看起来不一样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你 把外面这个 这个复合装甲拿掉 把后面的复合装甲拿掉 就是T72 就是T72 他只是说 把T72旁边 加了一些复合装甲 那这个复合装甲 有搞头 他叫做化石级的复合装甲 为什么叫化石级 对 所以你看他 他想到像什么 像不像 侏罗纪时代的 那个三角龙 对 还蛮像的 对不对 他旁边有那个盔甲 所以那化石等级的盔甲 因为他这个盔甲 不是像一般的复合装甲 是石的 里面是火药 对 他的里面有一段 是高密度的橡胶 就等于是空的 所以他跟他的战车炮的 整体的军职装甲 有分开 所以就跟那个 侏罗纪的三角龙一样 有分开 当暴龙咬你的时候 对不对 他咬到你的盔甲 不会咬到你的肉 所以说这个三角龙 还可以用头去顶这个暴龙 把暴龙顶 所以这就是化石级装甲的道 就是说我的战车的 反装甲武器打到你 我这个复合装甲 这个化石级 它会跳开 它会跳开 让你的这个 反装甲的火箭弹 在距离它的车身 大概5公尺左右爆炸 就不会打到车身 那但是呢 这个状况呢 这个状况 它有一个状况 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屋顶没解决啊 对啊 因为标枪飞弹 我们都知道 它就开灌气嘛 从屋顶下去嘛 现在没有人会打你这里啦 没有人会打你侧面啦 是打你屋顶 你屋顶没有办法化石啊 你屋顶化石 人就爬不出来啦 太厚啦 人就爬 所以屋顶还是一样 所以罩门还是在 另外就是 它的炮塔内部 因为我刚刚跟黄哥哥讲过 它的结构跟T-72是一样 所以它内部的装弹的方式 跟T-72是一样的 所以炮弹还是跟 驾驶员坐在一起 还是会训爆 还是会训爆 只要被打穿一燃烧以后 这个化石级的头盔 一样会跳起来 所以说大家如果 这里面也是 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所以希望你赶快投降 如果你不投降的话 我们就看到这种 T-90M开关器的方式 那是非常会 会变成世界的记录 全世界几乎是 最先进的战车 被开关器打爆 那就闹笑话